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欧洲和美洲争夺2027年女子世界杯主办权 石油无处不在 令寻求其消亡的活动人士感到困扰的是TOP28 镇上得到24分 戈贝尔在森林郎队以127比103击败灰熊队的比赛中内线统治比赛 唐纳万、米切尔得到27分 骑士队两次连续15-0的攻势以111比99击败热火队 巴基斯坦对阵总理11人队的比赛因电报和雨天提前结束 请大家收看 欧洲和美洲争夺2027年女子世界杯主办权 德国之声 美国、墨西哥、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巴西 已经提交了申办2027年女子世界杯的申请 南非原本预计也会申办 但在10月份撤回了申请 美国和墨西哥联合申办 强调他们能够利用2026年男足世界杯的经验和效益 美国之前曾举办过1999年和2003年的女足世界杯 并将在2026年举办男足世界杯 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也确认了他们的联合申办 巴西希望成为首个举办重大女足国际赛事的拉丁美洲国家 FIFA将于2024年2月对申办场地进行考察 FIFA大会将于2024年5月投票选出主办国 石油无处不在 令寻求其消亡的活动人士 感到困扰的是Top28 彭博社 化石燃料行业 因其在联合国第28届气候峰会上的突出存在 而受到批评 该峰会由阿联酋主办 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 该行业的代表人数 接近2500人 几乎是2020年第27届气候峰会的4倍 该行业以国际排放交易协会等影响力组织的名义 参加了峰会 在峰会上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一直在推广碳补及和储存等技术 该行业的存在引发了争议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 应该不给予对气候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公司 在谈判桌上发言的机会 其他人则认为 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联盟来应对气候危机 峰会上最具争议的问题是 最终协议是否承诺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镇上得到24分 戈贝尔在森林狼队 以127比103击败灰熊队的比赛中 内线统治比赛 美联社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在周五晚上 以127比103击败孟菲斯灰熊队 将他们的连胜记录延长到6场 卡尔、安东尼、唐斯 以24分领导了森林狼队 而鲁迪、戈贝尔贡献了16分 20个篮板和6次盖帽 特洛伊、布朗 小将在取代受伤的安东尼、爱德华兹后 也有出色的表现 得到了20分 贾伦、杰克逊 小将以21分领导了灰熊队 森林狼队在篮板球上占据优势 以54比28击败了灰熊队 并在第三节以38-24的比分确保了胜利 唐纳万、米切尔得到27分 骑士队两次连续15-0的攻势 以111比99击败热火队 美联社 唐纳文、米切尔得到27分和13个篮板 达里厄斯、加兰德 尽管早早陷入犯规麻烦 但仍然得到18分 克里夫兰骑士队在周五晚上 以111比99击败了迈阿密热火队 骑士队在篮板球上以51比37领先迈阿密 本赛季客场战绩为7胜3负 与俄克拉河马雷霆队队和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并列联盟最佳客场战绩 乔什、理查德森和凯尔、洛瑞各得17分 热火队在过去7场比赛中输掉了5场 巴基斯坦对阵总理11人队的比赛 因电报和雨天提前结束 美联社 巴基斯坦对澳大利亚的三场测试系列赛的准备工作 因堪培拉的一场电风暴而被缩短 风暴吹走了保护球场的覆盖物 导致巴基斯坦和总理选派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因安全原因而取消 第一场测试赛定于下周四在珀斯开始 巴基斯坦的新队长Sean Massoud和明星选手Bobar Ozzam 在比赛被取消之前表现出色 比赛提前结束 也使得澳大利亚选手Matt Renshaw 失去了向选拔者展示自己作为潜在开局者的机会 福克斯在下半场中得到了34分钟的28分 国王队在最后时刻拉开了比分 以114比106击败太阳队 多伦多星报 德阿龙福克斯在下半场砍下34分钟的28分 带领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以114比106击败菲尼克斯太阳队 多曼塔斯萨伯尼斯为国王队贡献了15分和17个篮板 而德文、布克以28分领先太阳队 国王队连续第三场战胜太阳队 尽管没有凯文、杜兰特和布拉德利、比尔 太阳队在半场以59比50领先 然而国王队在下半场掌控了比赛 并成功抵挡了太阳队的最后冲刺 国王队的替补球员发挥出色 萨莎、威泽科夫斯基得到14分 马利克、蒙克贡献13分 太阳队本赛季在主场的战绩为五胜六负 由于一名阳基队球员的体检 胡安、索托交易的完成被延迟了 雅虎 由于至少有一名从阳基队转回到 圣地亚哥教室队的球员的体检问题 阳基队和教室队之间 关于胡安、索托的交易被推迟了 教室队已经禁止调查 并对体检结果感到满意 但阳基队感到紧张 这笔交易涉及七名球员 阳基队将获得索托和外野手特伦特 格里舍姆 本赛季最高的29次失误 使勇士队在对阵雷霆队的比赛中失利 雅虎 荆州勇士队因本赛季最高的29次失误 在加时赛中以136比138 输给了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 雷霆队从这些失误中得到了35分 勇士队能够保持在比赛中 是因为雷霆队三分球命中率低下 他们在29次出手中只有5次命中 勇士队在三分球上有42分的优势 但仍然输了2分 勇士队的首发5人负责了19次失误 十个观察 公牛击败马刺连续第四次获胜 首次自2022年2月以来 雅虎 芝加哥公牛队在周五晚上 客场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后 连续第四场比赛获胜 这是自2022年2月以来的首次 今年的海斯曼奖候选人 是对大学橄榄球的传送门NIO时代的颂歌 其中有三名转会四分位 雅虎 今年的海斯曼奖颁奖典礼 将是对大学体育新时代的颂歌 这个时代被转会们和NIO改变了 四位海斯曼奖的最终入围者中 有三位是在第二所学校中 蓬勃发展成为明星的四分位 他们在大学里玩得如此开心 以至于决定多留一年或两年 德里克 怀特的30分帮助凯尔特人队以133比123击败尼克斯队 波士顿的布朗因两次技术犯规被驱逐出场 美联社 德里克 怀特得到30分 克里斯塔普斯·波尔金吉斯回归阵容并贡献21分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33比123击败纽约尼克斯队 杰森 塔图姆为凯尔特人队贡献25分 他们在主场保持不败 战绩为10胜0负 杰伦 布朗得到17分 但在最后一截因两次技术犯规被驱逐出场 RJ 巴雷特和贾伦 布朗森各得23分 领导尼克斯队 凯尔特人队投篮命中率达到58.3% 球队传球流畅 而尼克斯队在防守方面表现不佳 尼克斯队将在周一主场迎战多伦多猛龙队 而凯尔特人队将在周二主场迎战克利夫篮骑士队 恩比德在76人队对阵老鹰队的比赛中拿下38分和14个篮板 在受伤后恢复并帮助球队获胜 美联社 乔尔 恩比德得到38分和14个篮板 费城76人队以125比114击败了亚特兰大老鹰队 恩比德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受伤 但仍然坚持比赛 并在最后时刻得到6分 为76人队赢得了胜利 泰瑞斯 马克西为费城队贡献了30分 在其他NBA比赛中 奥兰多魔术队将底特律活塞队连续第19次击败 卡尔·安东尼 唐斯带领明尼苏达森林郎队 击败孟菲斯灰熊队 德里克 怀特得到30分 帮助波士顿卡尔特人队 击败纽约尼克斯队 布鲁克林兰网队 大胜华盛顿奇才队 魔术队以123-91的主场胜利 将活塞队送上19连败之路 美联社 奥兰多魔术队以123-91击败底特律活塞队 使活塞队遭遇了连续第19场失利 这个连败记录 是球队历史上一个赛季中最长的 也是球队历史上第二场的 凯德 坎宁安以21分领先活塞队 而弗朗茨 瓦格纳为魔术队贡献了27分 魔术队在比赛中命中率达到55.1% 他们在过去的12场比赛中赢得了10场 活塞队将在下一场主场迎战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 而魔术队将主场迎战克利夫兰骑士队 安托打进本赛季的第11个竞球 圣母大学击败俄勒冈州立大学进入大学杯决赛 美联社 圣母大学以1-0击败俄勒冈州立大学进入总冠军赛 恩诺 恩托在第51分中打进了比赛唯一的竞球 圣母大学将在周一的全国冠军赛中面对克莱姆森大学 由于违反NCAA规定 俄勒冈州立大学没有主教练格雷格 达尔比和首发中场哈维尔阿尔玛斯 圣母大学在先进一球后 已经连续赢得了34场比赛 并且本赛季在下半场比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吉尔吉斯 亚历山大砍下38分 雷霆加时赛以138比136击败勇士 美联社 沙伊 吉尔吉斯 亚历山大得到38分 带领俄克拉荷马成雷霆队在加时赛中以138比136击败荆州勇士队 贾伦 威廉姆斯得到28分 切特 霍姆格伦贡献21分 斯蒂芬库里位勇士队得到34分 其中有10分是在加时赛中得到的 克莱 汤普森得到22分 德雷蒙德 格林在犯规离场前贡献12分和13次助攻 尽管三分球命中率只有5投29中 但雷霆队整体命中率达到52% 并从勇士队的29次事务中得到35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我们谈到了2027年女子世界杯的主办权争夺战 欧洲和美洲的国家都相当积极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石油行业在气候峰会上的突出存在 引起了一些争议 然后我们谈到了一些NBA的比赛 包括勇士队因失误而输给了雷霆队 公牛队连续第四次获胜 还有恩彼得在76人队的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最后我们谈到了一些其他的体育新闻 包括大学橄榄球的海斯曼奖和国王队的胜利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 现在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